映光大使 是我们最近的一代祖师 老人家别观念符 他观望我就看过 非常简单 简单倒不能再简单 就共一尊阿弥陀佛像 简单不是很高大 我印象当中大概只有一尺多高 无调的 一张小方柱 一队拉抬 一个香楼 一个清 一个墨浴 再供一杯水 其他没有了 非常简单 佛像后面写了个大字 老人家自己写的 死字 这就是古人常讲 生死死大了 他一抬的眼睛 看到佛像 后面就是很大的四字 警惕 警惕自己 死了怎么办 要不是阿弥陀佛来接引你 就到三途去了 那修行一辈子 来生的人生 好像是理所当然的 不见得 为什么 我们自己冷静 回光返照 想想自己 那明治是在修佛了 到底学到什么 自私自利 没放下 口也没放下 声音也没放下 意义也没放下 那用十项叶道 这十条 认真去想想 我们就发现自己 不够格 我们在造业 神造业 口造业 口是最容易造业的 那一 贪嗔痴 吃满意 多少人 自己造业 自己不知道 为什么 养成习气了 自常生活当中 我是理所当然 我就是这个样子 不肯认真改过 我自信呢 最后是吃亏 自己吃亏 所以 这也是观点法师说的 他老人家诸解 大师之菩萨念佛原同长 我根除为报告 我过去讲 大师之菩萨 菩萨念佟 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就是用他老人家的 注解 他注解最后一页 提供我们做参考 念佛人 一百种古报 第一条 第一条 就是无间谛 我那个时候在台中 跟老师 学金教 我对这一句就不懂 念佛人 即使有故事 也不至于 多无间地狱 怎么会这么严重 我捧着这本书 去见李老师 向李老师请教 李老师也看到 这是大事 我不能跟你一个人讲 那我讲经的时候 要跟大家讲 那我就等着 他讲经的时候 真的 他对大家讲 大事 头一个是 多地狱 最后一个 极乐世界 上上屏我次 那么当中这些差别 都是 没有得到专心 梦想太多了 杂念太多了 从早到晚 口念弥陀 心散乱 散乱 还不说了 散乱心造业 造的业 自己不知道啊 孙人立即 还有 孙人不离 习气 西气不改 这么行 你 那 这下一个